我有發現一個程式上面的問題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比如說像 當然這個地方 爬蟲應該沒什麼問題 只是說爬蟲的話 可能比較要注意的就是那個網址 網址部分的話 就把它貼過來這邊 然後這個應該是編碼方式 要不就65001 要不就是950 大概就二選一 OK 那其他就插入藍之外 然後就是折線圖按一下 還是OK 就是樞紐圖 樞紐錶樞紐圖 然後再來就是各區比例圖 就是把那個圖 這個錶畫出來 然後這個圖也畫出來 那不過我剛剛試了一下這個 路接到前十名之條圖 它馬上出現這樣的錯誤訊息 所以以後的話 我建議各位 如果你假設 遇到程式發生錯誤的話 第一步怎麼解決 以後你說程式不可能說都不發生問題 但是發生問題該怎麼辦 其實也蠻重要的 一些簡單的技巧 我跟各位講一下 當然第一個 你按下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我建議你按下真錯 另外上面的訊息稍微看一下 而且最好是如果你們將來有發生問題 最好把那個畫面 如果你要問我的話 至少你要有些訊息 不然你訊息越完整 讓我能夠幫助各位的越多 可是如果沒有 我說真的不知道怎麼幫你 OK 好了 按下真錯 這個時候他會告訴你說到底哪一行程式錯 那這個時候他會停在這一行上面 意思是說這一行出錯 那你怎麼知道哪邊有錯 如果你現在在執行 他還是要跳這個錯誤 他跟你講說什麼 執行階段錯誤 什麼程序呼叫或引述不正確 那所謂的引述 引述的話其實就是逗點後面的東西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底下 如果將來你們看這個程式 只要是冒號等於有沒有 這個前面這個就是引述的名稱 後面的話就是引述的值 所以其實他已經大概給我們一些線索 告訴你說 其實就是這個其中一個發生錯誤 那但是哪個地方會出錯 後來我發現其中有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 真錯一下 這個地方特別以後你看到 假如說你的這個參數裡面 有一個叫version 冒號等於8 跟這個 default version 等於8有沒有 這兩個我建議你可以把它刪除 我說什麼 因為這個好像version指的是版本的部分 也就是他預設 就是只能夠用在哪一個excel的版本裡面 可是如果你換一台電腦 或者換一個excel的版本 那可能就會出錯了 所以我剛剛試了一下我發現我把這個 豆點version 有沒有 這個version指的是它引述名稱 它傳了8 那8是不是第8個也是有版本 不知道哪個版本 我剛剛試一下 我是直接把它刪掉 然後後面這個 豆點default version 就預設的版本 這也把它刪掉 反正跟版本有關的 我一律把它刪除 然後再run一下 我後來發現 三調之後 我再按F8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居然就過關了 所以如果將來你們遇到 版本上面的問題 可能你的版本 跟這邊的版本不一樣 那也可能會遇到剛剛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遇到 所以我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再來的話 好像有同學用Mac 蘋果電腦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蘋果Mac的話 它應該是不支援 剛剛的那個爬蟲部分 因為它不支援這個query table 也就是它內建 應該是沒有裝這個東西 那沒有裝的話 要不就是你想辦法把它裝起來 不過這個應該太難了 跟各位講 我是目前沒想到 如果你是用Mac電腦的話 我是建議 可能還是要換Windows版本來做 不然的話 我目前沒想到 因為畢竟 Excel其實還是Windows上面的版本 比較完整 那Mac上面雖然可以用Excel 但是我不確定說 它的版本是完整的 也就是有些東西 它可能沒辦法run 沒辦法run 這個也不是我可以解決的 所以我是建議 如果你是用蘋果電腦的Mac環境的話 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不然的話 你們就想辦法把它解決 不然的話 可能還是要用Windows版本 再試做看看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重點 就是這個地方出錯 就是這個 這個本來有 我砍錯字一下 我看一下 本來有這兩個東西 豆點有沒有 Version 這個Version 冒號等於8 跟Default Version 這個把它砍掉 它居然就OK了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0 再加一個 4 0 8 1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